PS如何制作发光字 首先我们能打上自己想要的文字 然后接下来鼠标右击 把文字给它删个画 然后Ctrl加J给它口碑两层出来 然后把上面这个两个眼睛先给它关掉 选择最下面这个眼睛 锁定涂层 前冲个前景色 Out加Delete 然后直接执行 滤镜模糊 在里面找到镜像模糊 这里的数值给它拉到最大 选择缩放 单击确定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执行一次 执行完成之后 然后把第二第三个眼睛打开 选择第二个 Ctrl加T 鼠标右击 这里有个垂直翻转 然后给它放到下面来 右击这里选择透视 然后给它往两边去给它扩一下 然后鼠标右击选择自由变换 直接按住SIFT键 给它拉长一些 添加个蒙板 选择渐变工具 直接的给它拉出来一个渐变 选择最上面的一个涂层 然后我们把它的不透明度 稍微给它降低一点 然后添加一个描变的效果 这里的话给它描一个白边 单击确定 然后新建一个涂层 选择画笔工具 这里的话选择一个柔和的画笔 直接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去单击一下 选择一个白色 接下来Ctrl Out SIFT加E 直接给它合并涂层 然后直接执行滤镜 这里有个镜头校正 接收到镜头校正之后 这里选择自定 然后把它的运影的数量拉到最大 变暗的终点拉到最大 然后单击确定 然后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 这里的话单击一下左色 然后我们直接去调这个颜色 这样的话发光字的效果就做好了 学会记得双击点赞关注啊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